接下来我给大家开箱 我在lookfantastic这个网站上买的两款 化妆品只有买两款 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你去试的 颜色之类的 我没有办法出去试嘛 所以就只买了两款 第一款是这个 Lurse的遮瑕密 这款在遮瑕里面可以算是大名鼎鼎了 就这种非常适合我们干皮去使用的 我买的这个色号其实不是特别的热门啊 它的颜色呢 我看小红书有人讲是非常适合遮红色痘印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它本身呢比我的肤色会稍微深一点点 但这个颜色是刚好可以遮脸上泛红的一些痘印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的水润 非常润 而且一点都不卡纹 我今天其实用它遮了我脸上的一些泛红的痘印 大家其实都知道我眉毛上面刚刚长了一个非常红的痘印 而且在我的这里大家没有看到吗 今天就在今天早上刚刚长了一个粉刺 然后我把它挤掉了 它就开始红了起来 于是我就贴了一个痘痘贴 然后上面覆盖的这个 对我对这款产品真的是打满分 我相信我以后一定还会回购的 那么第二个产品呢就是这款亚样的妆前乳 它的全名叫亚样修红隔离保湿霜 还蛮长的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款呢我主要是看好它可以修饰我们脸上的泛红和红血丝 大家看它还是比较水润的质地像乳液一样 而且它的膏体是有一点点绿色 所以绿色就可以去遮盖我们脸上泛红的一些地方 但我看小红书讲这款绿色还是挺难买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Logo Fantastic这个网站去看一下 我就是在这个网站上买的 而且它的这款保湿霜是可以修复皮肤的 这个真的是干皮壁乳 我真的太喜欢这个了 我以后可能会用这一款了 而且它不厚重夏天用也绝对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它会闷豆啊 搓泥之类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这就是我近期买的一些产品 我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每一款都比我心里的期待值要高 而且衣服也非常合身 遮瑕密的这个色号我也选对了 太开心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就给我点一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